書接前文啊!話說張小編這三人,不知天高地厚,帶著薑絲美人混入了靈州城,結果剛一入城,就在東環交錯的巷裏迷了路。 誰又會想到這條荒碧幽暗的老街舊行,竟有一大群野貓盤他?三人即時就被群貓團團圍住,不要看他一兩隻貓不嚇人,只但是成群傑對地蜂擁而來,那種情形亦是好得人害怕的。 靈州這座貓兒城入面,最是盛產花貓。所謂花貓,身上皮毛並非五顏六色,那些黑白雙間,又說是黃白雙間的貓,都屬花皮。 如果有全身一色的貓,就必定是從城外邊來的,城內的貓絕無純粹一色的皮毛。 這些事在當地,沒有人不知,張小編多次進凌州城,故此知道一意。 他知道這條荃圈是野貓的巷,在這個城內叫貓兒巷,擋住去路的那棵高牆。 想想,實是傳說中極具靈異的貓仙池後場。附近的百姓,吳恭狐仙、白仙,卻是專門喜歡去求貓仙爺,保佑自己添福添壽添人丁。遇到大小的事,必至始祈求許遠。 這些都是本地的風俗習慣,經常都有人將魚肉、饅頭丟到紙後邊的後巷,餵貓,以求善果。 靈州城,日邊的童相、道士,都不夠這些野貓受人歡迎。 久而久之,這些無家無主,滿城流浪的殘貓、懶貓,就逐漸聚集在這個貓仙池的周圍。 平時睡冷覺曬太陽,醒了,就會吃那些善男信女拜神用的魚肉、果子。這些貓,大多數都被那些百姓弄壞了。 結果,滿城當中,再無一隻花貓,肯慢慢出來捉老鼠。所以,靈州城入邊,除了貓多,老鼠更多,鼠患亦快成災。 但是,常言到世事有一興,則必有一衰。近年來,天災連為兵禍,人心喪亂,社會風氣不像以前那樣好。 大多數老百姓衣衣衣衣衣衣破爛,食不飽,食了早上的,就愁晚上的。 有幾個還顧得上,孝敬他們這些貓爺貓奶。寺廟道觀入邊的香火,都以慘淡到甘非色彼。 這就輔助了祠堂入邊的這群好食懶做的大小殘貓。一個個餓得眼珠都發懶。 伯仰的牆頭,屋尖上邊,喵喵喵慘叫。 很不容易見到有三個人,推著兩雷車入禮。 還以為有善男信女前來燒香許願。 按慣例稍後,實有禮事。 讓他們這群貓爺的孫子、塞子飽食一餐。 但是,那三個人太不懂事了。 入來了半天,只是坐在那裡不動,也不見得拿出什麼糕點、肉抱奶。 群貓不由得火滾,心頭起火,流口水。 捏起腳步,就向雷車越逼越近。 張笑編好像八百個鑽軸一樣,反應何等之快。 眼看著大群的野貓,泥者不善,又想起平時在凌州城裡聽到的傳說,就知道十有八九,這群殘貓實在來拿東西吃。 這時,如果不將他們打發了,一旦鬧出些什麼動靜,實被城裡巡邏的屯勇發現。 他這三個人藏著一個古詩入城,即使不被官府當作月購的傑作,也被看成屈墳掘墓的道賊,到時被捉到衙門裡過堂。 就算張三爺,成真是嘴,怕也說不清。 心念一動,立刻就想起麻袋裡的那些大蝦帽,馬上就招呼孫大麻子和小鳳。 他本來想說,快將雷車上的蝦帽拿出來餵貓。 但是,腦裡還記住可以換下世大富大貴的薑絲美人。 情急之下,竟然說成,快將雷車上的女屍拿出來餵貓。 孫大麻子和小鳳,還以為要用薑絲來餵貓。 薑絲的肉叫做悶香,聽說,世上還真的有人吃過。 卻沒有聽說過貓都吃薑絲。 何況,冒著這麼大的生命危險,將薑絲美人運到城裡。 都是聽張小編的發言巧語,實不知他這個葫蘆裡賣的什麼藥。 心方意亂之下,當場吐曬,不知怎樣做才好。 張小編見這兩個死蠢,什麼都不懂的,急得跳起來。 還是要三爺親自動手? 他跳上個雷車,扯開個麻袋。 將那些焗得半生死,肥大的蝦帽,倒進行裡。 眼裡,裙貓聞到有腥味,眼裡立即放肝,移起牙子喵喵喵喵的一湧而上, 按住蝦帽就亂咬。 趁著裙貓大食蝦帽,張小編把那條薑絲重新吐上麻袋, 讓孫弟麻子托在肩膊上,拖著小鳳,就往海外邊躺。 雷車都不要了。他們怕踩到地上蹲下頭吃蝦帽的野貓, 只好捏起腳,牽著牆來走。 剛走幾步,就見到裙貓入邊,走出來一隻黃白斑斓的貓來。 蹲在地上,動都不動地看著他們三人。 張小編等人,心知古怪,忍不住多看那隻花貓兩眼。 只見那隻花貓不同尋常的野貓, 連此亦不算大,皮毛光滑,雙眼眶眶,極有神彩。 舉止氣度,都顯得雍容不凡。 看起來,竟然是這群貓的首領。 張小編猛然想起那套變貓變狗的法子, 仔細一看這隻貓相與圓滴滴,不同其他的貓。 應該是古籍中有記載的金玉爐。 黃斑好像真金,白斑好像美玉。 自漢代有貓以來,就是世間稀有的品種。 他窮人自短,不由自主,感動了邪念。 心想,如果將這套金玉爐捉到京城裡, 那些嗜好玩的貝勒王爺, 亦會有積貨的人,說不定可以。 但是,張小編的腦裡正在那裡打懷主意。 卻見群貓裡的那隻金玉爐,不然就抬起頭, 背著貓眼,嘴角向上一笑。 竟然,寵著他們三人微微一笑。 這一笑,差點就嚇到張小編等人魂飛拍散。 是因為從古到今,普天下的貓,絕不懂笑。 誰如果看到貓會笑,就真的撞見邪蜜。 張小編看見那隻貓笑得詭異。 立刻就想起先前,在金棺墳裡數貓的遭遇, 心中打個凸。 再形地向那隻金玉爐再望一眼, 好像腳底生風,一撩煙地逃出了窄巷。 孫大麻子和小鳳都大吃一驚, 同在張小編後面,跟著就逃出禮。 三人轉過了一條巷, 到了一處有人走走的街角, 才停下腳抱。 索了大喜,心中還在那裡驚, 半天都說不出禮。 孫大麻子把肩膀上的薑屎美人放在地上, 喘了一陣大喜,就問張小編, 寫文啊! 我張這麼大,平時家貓、野貓也見過無數, 但從未見過會笑的貓。 聽說,貓不會笑是因為他們面上沒有起根。 剛才看見的在故事裡那隻, 實是妖怪了, 必須去請個法師修復他才是, 免得日後為禍害了無辜性命。 小鳳卻說, 想, 實在貓子裡, 很久沒有香火供奉了。 我們為了野貓這麼多蝦毛, 讓牠們不用捱我。 貓先爺心裡高興, 敢先顯靈。 小三, 你說是不是這樣? 張小編說, 你們都沒見過世面, 又懂什麼? 這個世上的貓, 雖然到處都有, 族人只為熟悉, 卻並不知道他們真正的體勢。 三爺我不是嚇你們兩個, 別說貓會笑, 它還會在背後和人說話。 無論是黑貓、白貓, 還是花貓, 都可以說人話的, 只不過這些舉動、犯忌, 所以不肯說, 唯有避開人的耳目, 才能做。 小鳳和孫大麻子都搖頭不順。 你說的是鷹母, 不是貓, 誰見過貓可以說人話的呢? 張小編就顧著懸虛地說, 有一個古老的辦法, 可以逼貓, 當巨人的面前說人話。 你先捉一隻貓貓, 在月圓的時候, 將牠鎖在鏡前。 孫大麻子是個直心眼, 沒見過的就以為是說謊, 都未等張小編講完, 自己就很不耐煩, 只顧著問他偷運股師入城, 究竟是為甚麼? 為此, 他受了不少驚訝, 如果再不坦白講的話, 就真是不夠義氣了。 張小編被問得緊, 又想, 暫時還不可以將實情全部講出禮, 只好膚顯應付。 他讀過兩年詩熟, 講起大話來半文半俗, 再加上他的嘴好像朗過柔一樣。 一番話, 都真是講得入情入理, 聽得孫大麻子和小鳳連連噴頭。 只聽張小編隨口亂說:「知吾身無辱之人, 地吾掌無根之草。 你們看這個城內南內北枉的, 有多少穿著凌鑼囚鑽的人, 和我們一樣都是有眼眉、有眼睛。 我們仍不給旁人少了些甚麼? 為何他們吃得飽、穿得暖? 而我們卻要家破人亡呢? 窮到身無紛紛。 依吾遮身, 你們二人早上是怎樣, 我是不知道。 但想起我張家早上, 三代沒有犯法之難, 六代沒有在嫁之旅, 最是值得行善的好心人家。 難道傳到我張三爺這一代, 總是要經常忍急捱我? 到處受壞人三般兩樣的冷落, 這樣豈不是老千爺無眼? 有道是人善人欺, 天吾欺。 原來真是有一心, 港濟窮人的神仙, 要救我等出虎海得榮華。 這樣才在古墓裏面, 指點三爺一條金銀成山的老。 你們有沒有聽說過這樣一句話? 明是天注定, 事是人作為。 那一生一世, 食不窮, 花不盡的大富貴, 又怎會得來全不費功夫? 其中必定要擔風險, 遇波子。 如果不是, 人人都可以做, 世上邊還哪會有窮人呢? 張少編又把臨終怒鬼, 足負的事, 去頭去尾, 吐露了一些。 說是偷運女師入城, 是要找一間叫做松學堂的老字號店。 如果真是找到這間店在哪裏, 那金山銀山也差不多就在眼前了。 至於松學堂是做什麼生意的, 又是在城裡什麼地方, 張少編就不得而知。 孫大麻子和小鳳仿然大悟, 三人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, 雙龍一下, 猜猜那個薑屎美人是一件公寵山的寶物。 松學堂即是個收受古董古碗的店, 單聽這個字號, 都是古色古香的。 想來多半都應該是這樣的。 但是自然不知道這間店開在哪條大街? 幸好, 鼻下邊有嘴, 便分頭出去打聽, 問問城裡的人有沒有一間古碗店叫做松學堂, 誰知個個都搖頭。 成世古董, 亂世黃金。 如今天下道賊風起, 除了北京城, 哪裏又有飯古董古碗? 以前的古碗店大多數已經關門大吉了。 最後, 只有一個在城中寺廟掛單的童相, 告訴張少編他們, 他們聽, 靈州城絕無松學堂的古碗店, 不過, 他有一間叫做松學堂的藥店老字號, 就在城北青石街, 街上都是用青石鋪, 最大的一間店舖就是, 來幾百步院, 就可以看到他的招牌, 很顯眼, 將小編三人, 你望我, 我望你, 先前想錯了。 八成就是那間叫松學堂的藥店? 難道藥店裡還收購古師做藥人? 居然做了那些犯禁的勾黨? 心裡便便忐忌起來了, 但是一想, 紀羅茲, 則安芝, 去了再講了, 大不了走死罷走。 當下橫下心裡, 兜小巷避過城裡巡邏的群蛹, 到了青石街, 果然有一間很大的藥店, 來很遠, 就聞到藥草的香氣撲鼻, 見到那間老舖的門前, 高掛金字招牌。 招牌上有松學堂, 三個大字, 龍飛鳳母, 來襯圓湖濟世的古便, 三層兩型的角樓, 好戲牌。 藥鋪店門大開, 堂內堂外打掃得一層不染, 進進出出的人流, 樂易不絕, 一層是觸藥的地方, 排著一行架, 一個名七藥櫃, 捉了牆那麼高, 櫃上除了正庫紮櫃, 還有很多伙計, 學徒, 忙前忙後。 邊廂的大屏風前, 另有一套台椅, 一個專門坐堂診物寫荒的白胡蘇廊中, 坐在那裡正和病人把脈。 張小編見到藥鋪裡那麼多人, 怎麼這麼輕易進去呢? 在街角隱蔽的地方, 這裏差不多點燈的時候, 眼看從學堂裡的人開始上門板, 又看到左近沒有團勇官兵經過。 這樣才叫小編自己在外面等著, 他和孫大麻子抬著薑屍美人快步撩到門前。 從學堂內的伙計正在忙碌, 看有兩個衣衫藍樓的家伙突然跑了過來, 還以為是土飯的乞衣, 就橫微突然地拿著雞毛掃打出來, 要將他們趕出去。 張小編連忙著抱拳說, 我們是犯珍貴藥財的, 有一件行貨拿來給你們掌櫃看看。 誰知那個伙計是個狗眼看人低的學徒, 眼角高, 怎麼會把張小編和孫大麻子, 這些破落的人放在眼內, 舉著雞毛掃就罵了, 你們兩個沒有眼的花靈驚從哪來的? 竟然敢在從學堂門前吵吵吵吵? 你爺爺手裡的這件行貨, 才拿來給你看看。 講一下, 就把手裡的雞毛掃, 亂用力抽過去。 孫大麻子平日尊號龍拳洗棍, 多少逆逆兩下, 又兼血氣方剛, 怎麼肯由他亂打。 抬手抄著那個人的手腕, 抬著臉上就說, 我們是來犯藥財的, 又不是偷成劫債的響馬, 為何不問青紅做法就給你打,要你見識下我拳頭的利害? 那個伙計被孫大麻紙捏著手腕,好痛,好像劏主般叫起來,就驚動了店裡的人。 立刻就有幾個人拿著門山、掃把、板凳要衝出來幫忙,張少編叫了聲, 慘啦!連王好求,小鬼攔前,還沒見到掌軌,就要被他抓住,第一次實要被送公堂聯軍打死了, 也不知道小鳳那個丫頭有沒有良心,來和我們兩個人收屍。 孫大麻紙也火冒三丈,拉開架勢,就要上前撕打了, 猜不到這時驚動了松賀堂裡的鐵掌軌,書中代言。 這個鐵掌軌是寧州城當地出名的孤寒奸商,一文洗,兩文洗,錢物大稱入,小稱出。 多要他一文大錢,就好像挑他一條大根,又生得一對豆雞眼,故此得了個綽號,鐵公雞。 鐵公雞和官府都有勾結,他是唯利是圖的貪男小人,千方百計將城裡的同行搞得關門大吉。 現在整個城裡經營藥材的大小商號都是聖鐵,又趁著天災人禍,疫情橫生機會,大發橫彩。 平民百姓正是受到源之苦,有小病都自行忍住算,到這裏來看病買藥的,都是等著救命的人。 任憑鐵公雞萬天要假,也只好認,在他這裏撿幾副中藥,就要傾家蕩產,賣兒賣女的窮人已經不計其數。 越是如此刻薄奸搞的商人,越是逐利的先鋒,聽到門外吵鬧,出來一問,才知道是有兩個人聲稱有珍貴藥材要出手。 而店中的伙計看他衣衣衣破爛,就以為他們兩個是吾三吾四的人來搞事。 鐵公雞擺著架子,一面冷淡的神態,聽到真意藥材四個字,立刻眼珠耳一轉。 那雙鬥雞眼剛剛落到張小編帶來的那個麻袋的上邊,立刻露出一絲奸小。 雖然那個麻袋辣辣辣辣,幾乎都和地皮一個顏色,但是裡面漲漲漲,好像裝了些什麼?鐵公雞百首起家。 最初發財,就是憑著他無意間發電記住成形的老森。 他知道那些山民雖然貧窮,但是經常在深山老林裡謀生,掘到奇花而草的機會還是有,故此絕不可以以貿取人。 不理這兩個小子,犯賣的是真虐假虐,拿出來看看也不吃虧。 如果是兩個騙子,就再叫人打他一餐也不像。 這個念頭一動,鐵公雞便渴退了他手下的那幫伙伎。 陰陽怪氣地嘻嘻一笑,明人把張小編和孫大麻子請到內堂。 鐵公雞和他的心腹張仿先生,帶著張小編二人來到堂中, 明明其餘的人都在門外等著,進去關上門自己坐下。 連杯熱茶都不招呼,便邪眼地看著那個大麻袋,對張小編說。 還偶想到做什麼?這個麻袋裝著那些野褲式,快點打開來看看吧。 張小編和孫大麻子雖然心裡啪啪聲跳,但這時已經有盡無腿了。 隔著頭皮,便脫開麻袋,露出一邊赤身裸體,沒有下巴的一句女師禮,說道:"你老人家請過母。 那個帳房先生站得來麻袋最近,他是個老花眼,初時還沒看清楚,便奇怪地說。 哇,是,好大一株人心哦。連王就舉起那個單片的老花眼鏡, 湊過去看清楚,一看之下,嚇到將那個鏡片扔到半空。 我娘親呀,我奶奶呀,是,是薑絲。 然後便脫口說,只是從古墳裡滑出來的,很晦氣。 掌櫃,我就吩咐,伙計拿條繩來,把這個滑墳道墓的賊仔捆起來,送到衙門發我。 張小編和孫大麻子見到大事不好,正想轉身敵人。 卻見到那個鐵公雞,並沒有像那個帳房先生那樣大驚小拐,反而臉上神色電幻不頂。 忽然站起來,便脫開個麻袋,上上下下,看了看那條股師的體態面容。 他雖然是無良心的奸搞小人,但是依若知道他是通曉之屬,都認識股方。 是個識貨的行家,看完就點頭點頭說,這個是前朝的美人魚。 你們倆老實說,究竟是從哪裡得來的這件事? 張小編哪識什麼美人魚?只好一口咬定是從自己屋後院刮出來的。 並不知道來歷,村裏面識貨的人說,這個是名歸若彩。 所以,先條長遠路,抬到麗城裏面。 狗聞從學唐志浩響亮,人心人術,同手無欺。 未等張小編講完,鐵公雞就冷笑一聲罵了。 一敗互言,奥重山附近都是窮鄉碧陽,聊不大事的地方。 除了墳頭,走在墳頭,哪裡有什麼珍貴的藥材? 這些分明是一句前朝的故事。 不過,雖然是一件全古的奇物,不值得什麼錢。 靈州地面,除了我之外,再沒有別人可以認識得到它。 你們可以找上門,都是機巧不過緣分。 所以,我就不加隱瞞,其他就不說了。 不妨就此還你一個公道的價錢。 聽得來,就告訴你倆聽這件古物的來歷。 孫大麻子還以為鐵公雞肯出大價錢。 心中大喜,也顧不得聽它開價。 當即就答應了,這時張小編腦入一閃。 想起臨終老鬼所說過的話, 把故事運到去松河堂裡邊, 不管它開什麼價錢,都不好仔。 千萬不要為了形頭小利動心, 只要它松河堂後院的那隻黑貓回來就可以了。 埋在靈州城裡邊的金山銀山, 沒有這隻貓,就拿不到分口。 從河堂裡邊養的黑貓, 就是開啟靈州被捕的一把鑰匙。 這些正是生死有名,富貴在天。 隻言片語,甘藏玄機。 信與不信,名從此分。 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 請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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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